给磁砖份里灌牛奶你们见过吗 今天是小黄金万两 大家好我是安德国小米 前两天到这儿看了一家 就是卫生间砖全部都空谷了 然后买了这个空谷灌浆液 筑浆液 今天我们上去给他处理一下 经常看我视频呢 大概还记得前一段时间 我处理过那个磁砖空谷的事吧 那是我一个朋友家里边 他的磁砖空谷那已经脱落了 当时呢去了处理就是掉下来的砖 用结构胶粘 空谷起来一点的就买的那个磁砖 就用那个胶来粘 客户呢也看过我的视频 然后找我过来 其实他家里面这个情况呢非常严重 全部都是大面积空谷 你听这个声音 造成这种大面积空谷呢 上次我们来也分析了一下原因 有两个方向 一方面呢就是当时盖好房子 然后不是要抹砂灰吗 那个砂灰层质量不太好 用手一扣那沙子滑滑掉 然后外边就是挂了网 然后刷了墙谷 然后师傅再贴砖 再加上师傅贴砖可能技术也差点意思 造成双层空谷导致的 对就是我回前这块砖已经掉下来了 我们把这个敲开了当时也看了 砂灰层也空谷 商量后的两个结果 要么就是起了砖 重新贴砖 那到时候砂灰层都得铲掉 重新抹灰 但是要把卫生间所有的设备 全部都拆掉 吊顶啦 门套啦 马桶啦 这些预防啦 花杂的全部都要拆掉 简单一点的方法呢 就是注这个胶 拿这个胶来实验 先是买了一桶 买了一桶的话 就是找这一面墙 或者到两面墙 我们先注一部分胶进去 然后过几天或者是半个月 观察一下注胶后的效果 如果有效果的话 我们后期可能会大面积的 全部用这个胶来斩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那不得已也得拆转了 干这个活呢 老粉丝应该知道 我不是专业干这个的 也不是太擅长 只能是说大家找到我了 那只能是尝试一下 因为我们当地没有干这个活的 如果有的话可以找我 来之前呢 也是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功课 也和网上的一些师傅交流了一下 但是尝试吧 没有别的办法 先从这面墙开始 我们磁砖的分析上呢 一排一排打了几个孔 就从这个孔里面 把这个胶给它注入进去 胶它是液体的 只要我们注一会儿 从这个孔里面 就会把这个胶反出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判断就是胶已经注满了 而且这个孔一定要塞住 不塞住的话 这个胶糊糊的往出梦 而且这一面墙呢 是空骨最严重的 上面不是掉了一块砖吗 掉了砖的这个地方 能够看出来 水泥和砖的缝隙 差不多都有两毫米了 所以这一面墙是最废胶的 所以我考虑的是 如果这一面墙都能粘住的话 那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住另一面墙的时候呢 我打孔的时候直接打高 如果下面打孔打的太多的话 那个胶都从孔里面要跑出来 这个视频分享出来呢 也是希望全网的师傅们看到 有这方面经验的呢 可以互相探讨 我们哪个地方有做的不对的 或者经验不足的地方 大家可以多多知道 视频前面我也提到了 如果是有在我们附近的 有这方面操作经验的师傅呢 也可以和我去的联系 因为经过上次那个磁砖空谷的视频 发出去之后呢 好多人都问我 家里面都有这方面的需求 这么两桶都让我给打完了 换完胶的地方呢 用手敲起来 那个空谷的感觉明显是有改善的 不过具体的效果呢 还是要时间来考验吧 给大家看一下注进胶里面 只要我把这个牙签一扒掉 这个胶立马就出来了 这些打过孔的地方 现在不能动 等胶干了以后再拔吧 来的时候还拿了一个大针管 不过也没用得上 给这个壶洗洗还能用 这壶二十斤呢 都打进去了 然后打的面积呢 大概就是两个多平方吧 粘得住 粘不住的话只能是时间来说话 预知后事如何 等几天咱们再看 如果能行的话 我们下次的话 应该再买个三到四桶 然后所有的墙全部都打一遍